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中美关系近日跌至新低点 市场传出中国会打稀土战 究竟稀土是什么呢 又如何反制美国呢 稀土又称为稀有金属 主要包括17种矿物 广泛用于电子科技 机械 汽车等零件生产 5月下旬 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了江西考察金力永迟 了解稀土产业的发展情况 令市场关注到 中美之间会否由贸易战 发展到科技战 继而演化成稀土战 如果稀土的供应突然减少 可能会扰乱环球工业生产供应链 令到生产成本上升 一些美国企业家就形容 中国通过限制部分稀土的供应 可能对美国产业 带来严重的影响 后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都提出 对稀土供应的关注 指出要尽量改变目前美国有八成稀土 入口至中国的情况 高盛分析指出 目前要替代中国的稀土不容易 而一旦中国限制对美国出口稀土 即是反映贸易谈判进展不顺利 地缘紧张的局势又再升级 总结而言 稀土战就是指透过控制工业生产上的重要原料 去达致影响对手生产线运作的目的 目前稀土会否成为贸易谈判的筹码 仍然是未知之数 一旦中国和美国打起稀土战 即是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股市也有进一步下跌的风险 大家第一次看 也许是不合适或面前面的 是不合适的 这种绿符说最主要是否设定